儿子高三学习压力大,于是每天晚上,我都让他抽出来一小时的时间陪我来健身房锻炼,却没想到,这天他还带了自己的铜桌过来,而他铜桌来的第一晚,就拉着我的手放到了他的三角区,阿姨,你看我这腹肌,硬不硬啊? 我做梦都没想到,我居然会因为给儿子洗衣服而觉得尴尬,事情是这样的,这天读高三的儿子放学回家,扔给了我一包脏衣服,当时我也没太在意,就觉得刚好顺手一起洗了,他学习压力大,在学校没时间洗衣服也正常。 然而当我检查衣服的时候,突然发现正上方是一条男士内裤,上面有一大块醒目的污渍,尽管我刻意控制着自己不去想那么多,可上面传来的味道,还是让我忍不住一阵的脸红心跳。 儿子长大了,我正在胡思乱想着,冷不妨听到了他在喊我,妈,给我拿条浴巾,来了。 我放下内裤,准备拿浴巾给儿子送过去,却没想到刚走到浴室门口,就听到了一阵压抑的喘息。 伴随着那道喘息,我几乎一瞬间就明白了儿子在里面做什么。 天哪!我跟他爸爸离婚了快十年,这中间一直都和儿子相依为命,也没再找过其他男人。 平常寂寞的时候,也都是自己解决需求,可那些工具到底抵不上一个活生生的人。 里面,儿子那边的动静越来越大,踏踏,眼前的门忽然被人打开。 儿子探出来个脑袋,一脸疑惑地看着我。 妈,你傻棱棱地站在门口干嘛呢?啊? 我,我是来,看着儿子那张英俊无比的脸,我瞬间慌乱了起来。 难道他刚刚发现了我在偷看他?怎么办怎么办? 我急得满面通红,儿子却仿佛什么都没看到似的,将我手里的浴巾拿走。 他毫不避讳地当着我的面拿浴巾擦拭起了身体,几乎是瞬间, 我整个心脏都快紧张地跳出来。 妈,你一直盯着我看做什么? 而且脸色还那么红,难不成是发烧了? 没有,我没发烧。 面对儿子的关心,我连忙退后一步,背过身去。 萧萧啊,你现在成年了,也算是个小大人了。 以后跟妈妈讲话,好歹先穿上衣服再说呀。 儿子笑了笑,毫不在意,我是你带出来的,全身上下什么地方你没见过。 无聊,说完,儿子便放下浴巾,回房间去继续学习了。 难道,真的是我想多了? 晚上我躺在床上,想着今天白天的事情却怎么都睡不着。 其实儿子说得没错,我们母子相依为命这么多年,早就熟悉得不分彼此。 可想到他那黄金比例的身材,我又忍不住一阵的寂寞难耐。 看来,今晚又是一个不眠夜,第二天儿子在吃早餐,我旁敲侧击地问他最近在学校怎么样,学习压力大不大,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? 还好,不大,没有,儿子不耐烦地回我。 妈,你怎么牢牢叨叨的,跟个老太婆似的,我这不是担心你吗? 我有些委屈,萧萧要不这样,妈妈知道你现在学习压力也大,从今天开始,你每天下午放学,都抽出一个小时来健身房陪妈妈锻炼行步。 为了子的学习,原本我就在他们学校旁边开了个健身馆,高三的这段时间也天天陪读,因此儿子也没多想,就爽快答应了。 太好了,那妈妈晚上等你,晚上八点,儿子果然给我打了个电话,说他马上就来健身房。 我很开心,把儿子拉到健身房,让他在消耗体力的同时也能释放压力,这样他就不会只想着那事了,岂不是两全其美? 我一边夸自己聪明,一边美滋滋地换上了新买的瑜伽服。 虽然现在我现在已经是奔四的年龄,可由于常年坚持不懈地锻炼,身体状态和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差不多。 X,胸部不仅又大又挺,还没一点下垂,更重要的是,我的臀形还很好看,是人人都羡慕的蜜桃臀。 换完衣服儿子还没到,于是我就自己坐起了拉伸,刚下了个腰,眼前忽然出现了两条又直又白的大长腿。 我瞬间脸红心跳起来,然后就听见了儿子的一声清咳,妈,你干嘛呢? 啊,我一愣,然后立刻站了起来,儿子你来了呀? 妈妈刚刚没看见,不好意思啊,儿子的脸色有点不好看,却还是很懂事地开始给我介绍其他旁边的人。 这位是我的同桌,楚云,楚云,天哪,大长腿竟然是儿子的同桌。 而且更重要的是,这孩子长得也太好看了吧。 那张脸不像儿子一样清秀斯文,却线条伶俐,英俊不凡,一眼看过去,就让人觉得有很强烈的攻击性。 你,你好,不知道为什么,我的心跳有些加快,我是灵霄的妈妈,灵玉,灵阿姨好,楚云很有礼貌,可她的手却又大又热,看我的眼神也很滚烫。 我被看得有点不好意思,于是便借口去了厕所,等再次出来之后,却发现儿子和楚云一人一边分开锻炼。 中间隔了好几个健身器材,他们不是同桌吗?感情不应该很好吗? 心里有些疑惑,我朝着儿子那边走去,却发现他脸上竟然多了一大块青子。 萧萧,你的脸这是怎么了?我一惊,连忙朝着儿子的脸摸去,可他却冷冷地撇开脑袋。 没事,刚刚不小心磕到了,磕哪儿了?让妈妈看看,我这就去给你拿药膏,我很着急,毕竟儿子是我的心头肉,我真的害怕他受伤。 然而我正要离开,健身房的另一边却传来一声巨响,扑通,楚云竟然也从跑步机上跌倒了。 小楚,我连忙又朝着楚云那边跑去,因此根本没看见儿子那幽深又阴冷的眸光。 楚云胸口被压到,却还笑咪咪地安慰我,没事灵阿姨,小伤,说什么傻话,我看见他胸口上的青子,顿时皱起了眉头。 你们现在正是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,要更加注意身体才是,我去拿药,真的是,今天怎么一个两个的全都受伤了? 难道,是我的健身器材有问题?我刚要走,却没想到楚云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。 灵阿姨你说得对,我忽然觉得胸口又有点痛了,不如让灵霄去拿药吧。 啊,灵霄你还愣着干什么?快去,不知道为什么,我总觉得此时的楚云有点凶。 儿子抿了抿唇,最终一言不发地出去了。 怎么感觉潇潇今天怪怪的,我一边嘟囔着,却没发现楚云竟然拉着我的手细细抚摸了起来。 她的手掌又大又干燥,一直从我的手背摸到指缝儿,让我情不自禁地站立。 小楚,你,阿姨,我身上真的好痛,你能帮我揉一揉吗? 不等我说完,楚云就将我的手放在了她的胸口。 说实话,我是紧张的,毕竟我这年纪,都能当楚云妈妈了。 然而很快,我的紧张就被兴奋给冲散,楚云的身材真好啊。 看看这八块腹肌,看看这浑身的腱子肉,还有往下,啊,我手猛的一缩。 楚云却按着我不让我动,笑眯眯地问, 灵霄,你看我这腹肌硬不硬啊? 硬是硬,可你确定你说的是腹肌吗? 我满面通红。 小楚,阿姨还是先去看看萧萧。 阿姨,你惹了我,不帮我解决一下吗? 看着她那张帅气逼人的脸,我的李志轰的一声就崩塌了。 等一切结束之后,我赶紧跑去了洗手间去洗手。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我无法控制地回忆着刚刚的画面。 等出来后,萧萧已经拿了药膏出来,她吸了吸鼻子, 然后问,怎么样有古怪味? 糟了,难不成要被萧萧发现了? 我脸色发白,疯狂解释着,应该是健身房的汗臭味吧? 现在夏天嘛,有点体胃也正常的。 灵仪说得没错,汗味罢了。 楚云笑了笑,然后将萧萧手里的药膏拿走,递给我。 灵仪,麻烦你帮我涂一下了。 好,好吧。 我一边帮楚云涂抹着药膏,一边回想着刚刚的点点滴滴, 丝毫没注意她竟然拉着我的手,又想往下摸去。 灵仪,你喜欢她吗? 楚云邪魅一笑,我却立刻将手缩了回来。 小楚,萧萧还在这呢?你别闹了,我冷了脸,可楚云却一脸委屈。 灵仪别怪我嘛,我就是太喜欢灵仪了。 楚云很会撩妹,又长得帅气,因此随随便便一句话,就能让我脸红心跳好久。 可我毕竟是萧萧的妈妈,瞪了一眼,便在眉里她。 接下来的几天,楚云每天都和萧萧一起过来锻炼。 而事实证明,我这个方法确实是挺有效的。 在这之后,萧萧的内裤都干干净净,再也没有那些需要释放的压力了。 但,压力却来到了我这边。 楚云经常在健身房没人的时候,对我上下起手。 我们两个越来越熟,很快就只差最后一道防线了。 这天,萧萧一个人在锻炼,楚云借口去厕所,却直接将我给压在了墙上。 灵姨,你说我怎么就摸不够,也亲不够你呢? 楚云把我吻得昏七八素,手也越来越放肆。 我红着脸让她放开。 小云,我可是萧萧妈妈,我清楚自己跟她的年龄差,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。 从萧萧的嘴里,我知道楚云跟她一样也是个单亲家庭,不过萧萧从小敏感细腻。 而楚云那孩子,一看就是个性格强势的。 就比如现在,我根本就挣脱不开她,那又怎么样? 反正我喜欢灵姨,楚云的手越来越放肆。 我努力维持着最后一丝理智,可楚云却根本就不听我的。 她们双钩人的桃花眼里,此刻满是暴虐。 灵姨,你都这样了,确定不要吗? 楚云一边说着,就要把我压倒。 啊,我忍不住惊叫,脚把厕所的垃圾桶踢倒,发出了一声巨响。 谁在那里?我曹。 潇潇竟然在隔壁厕所。 一瞬间,我整个身体都紧绷了起来。 我,楚云好笑地观察着我的反应,在拉屎,没纸了,你去给我拿。 空气一阵诡异的沉默。 不是,她到底是怎么想出来这个理由的? 一瞬间,我感觉又羞又怒。 但潇潇竟然很听话地嗡了一声。 她竟然真的走了。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,连忙落荒而逃。 今天就放你一马。 毕竟,我也不希望我和灵仪的第一次这么草率。 楚云恶劣地笑着,竟然该死得帅气。 自从这次过后,我整个人都冷静了下来。 我是潇潇的妈妈,楚云是潇潇的同桌。 我和小楚绝对不能再这样下去,否则到时候肯定没办法收场。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,我督楚云的态度明显冷漠了下来,也不让她再靠近我。 甚至是每次看见她,我都要借口有事出去。 我不知道楚云到底是怎么想的,但我很快就发现,我平常用的工具已经开始满足不了我。 每个夜深人静的夜晚,我都会想起小楚,想起她了我的手段,想起她强壮的身体。 我觉得,我肯定是中了小楚的毒了。 楚云被拒绝惯了,也开始不再缠着我。 有时候,我甚至还能看见她和其他女生手牵手一起过来锻炼。 小楚,高三学习那么紧张,你还有时间谈恋爱呀。 不得不说,看见楚云身边年轻漂亮的女孩,我竟然嫉妒了。 灵异症你就不知道了吧? 小楚可是我们班的大学霸。 一直都是年纪第一,什么? 小楚学习竟然这么好吗? 我很惊讶,楚云却仰起了一抹冰冷的笑。 我的事不用你管,灵异有空的话,还是多管管灵霄吧。 霄霄怎么了? 我愣住,楚云却根本不理我,转身离开。 接下来有一周左右的时间,霄霄和楚云都没再来健身房。 而这天我家里有点事,来得也有些晚,却忽然听到了换衣间里传来砰砰的声音。 难不成遭了贼了? 我顿时紧张起来。 我这间不能掉手不能提的,要真是贼,可怎么办呢? 可此时店里又没其他人。 想了想,我还是找了根棒球棍,慢慢朝着换衣室靠近。 忽然,一道黑影传来,我尖叫一声,下一秒便被人堵住了嘴。 里面的人,竟然是楚云。 我没空去想楚云为什么躲在换衣室,他此时红着眼睛,像个发了狂的野兽一样,直接撕碎了我的裙子。 小楚你怎么在这里?里面是不是还有人? 来不及说话,楚云直接将我扑倒在地。 今天我来得晚,没来得及换衣服,因此楚云很轻易地就。 在他的撩拨之下,我很快就起了反应,然后与他共赴了这场云雨。 我正是在忘情的时候,因此根本没发现更衣室传来了一声声乌液。 酣战过后,我躺在小楚的怀里,露出了无比满足的笑。 年轻人身体素质就是好,我很久都没体验过做女人的幸福了。 灵仪,你对我满意吗? 满意? 我累得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,轻哼道,灵仪很久都没有过。 话没说完,就看见一道人影从更衣室里爬了出来。 我想抓住地上的衣服盖住自己,可已经来不及了。 萧萧,我大惊。 萧萧,你怎么在这里? 不仅如此,萧萧身上还捆着很粗的绳子,嘴巴还含着带血的布条。 好,所以刚刚里面发出来的声音是萧萧,是楚云把萧萧给绑到了更衣室,让她亲眼看着我被从楚云给。 我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。 灵仪,你别激动啊,感觉我浑身都在颤抖。 楚云再次挺了挺胯,萧萧不在这里的话,怎么能看着我们两个恩爱呢? 什么? 不等我拒绝,楚云再次压着我狠狠地动了起来。 两次,她竟然在萧萧面前强迫了我两次。 看着面前双眼通红的儿子,我只感觉到深深的羞愤。 而除了这点愧疚和难堪之外,竟然还有种别样的刺激。 很快,我的身体就闪过一阵歧异的电流。 我再次被楚云欺负了。 楚云哈哈大笑,看见了梅灵霄,这就是你惹我的代价。 在学校被我欺负,回来了你妈还要被我欺负。 我不仅要欺负她,甚至还要你亲眼看着。 楚云此时此刻就像个疯子一样。 啪! 我狠狠给了楚云一个耳光。 你给我滚,从这里滚出去。 楚云冷静下来,然后恨恨看了眼地上的萧萧。 记住,这都是你欠我的,说完,便直接离开。 我穿好衣服,把萧萧的绳子松开,然后终于控制不住自己,放声大哭。 萧萧也眼睛通红地抱着我,一遍遍跟我说对不起。 妈,对不起,都是我的错,都是我。 我摇摇头,萧萧,这件事不怪你,是妈妈认人不清,妈妈就当自己被狗咬了一口。 但是,你怎么能不告诉妈妈,小楚一直在学校欺负你呢? 怪不得,怪不得我最近感觉到萧萧的压力很大。 我一直以为是学习上面的压力,却没想到,她竟然在学校被人霸凌了。 一股怒气在我胸膛之中回荡,我发誓,一定要让楚云那小子受到该有的惩罚。 然而当我说出要去学校举报楚云的时候,萧萧却拉着我,求我别去。 为什么?我一肚子疑惑。 萧萧你不用怕她的,有妈妈在,妈妈不介意。 妈,你就别管了,你真的不能去举报楚云,求你了。 虽然不知道萧萧为什么要给楚云求情,但我还是听了。 毕竟萧萧长这么大,从来没求过我什么,但,我还是想不通。 为什么萧萧宁愿被霸凌,都不愿意让我曝光楚云? 我觉得,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。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楚云仍然会和萧萧一起来健身房锻炼。 甚至是每次,还会当着萧萧地面对我动手动脚。 碍于萧萧的请求,以及我确实想弄清楚这中间发生了什么,我都没拒绝过楚云,可她却越来越过分。 灵萧,我好像还真有点喜欢上灵姨了。 胸大屁股大的,还会叫,真让人上头。 不说了,我现在一想起来灵姨就忍不住。 哈哈,楚云嘴巴里说着肮脏又下流的话,而萧萧只战红了脸站在一边,根本不反驳。 我有些生气,可等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,楚云却直接将我拉到了一旁的瑜伽室。 瑜伽室今天休假,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 灵萧,你自己在这里练吧。 我和灵姨去做双人练习了哈。 说完,就把我推了进去。 楚云,你,嗯,灵姨,刚刚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? 楚云迫不及待地脱着裤子,你可真是个小妖精,我恨不得死在你身上。 如果没发生之前的那些事,恐怕我现在听见这话,一定会很开心。 可,不一样,楚云只是要用我去报复萧萧。 他们中间到底发生过什么过节啊? 心里怀着这个疑问,我被楚云从背后抱住,开始新一轮地双人练习。 一切结束之后,空气中回荡着淡淡的腥味。 即便已经完事,楚云却仍然如狼似虎地盯着我,仿佛想要再来一次。 我收回视线,洋装什么都没看见。 楚云却直接在我脸上亲了一大口。 灵姨,我要回去学习了,明天再来喂饱你,等等。 我关上瑜伽室的房门,然后从包里掏出来手机,点到了某个小视频。 里面,正是我和楚云之前憨战的场景。 楚云看到这个视频,顿时脸色一白。 灵姨,你这是什么意思? 准备晚上回家的时候,再欣赏欣赏我的身体。 楚云,我羞得满面通红。 如果不是被逼无奈,我怎么可能用得上这种笨办法? 我威胁楚云,让她把她和萧萧之间的事情告诉我,并且告诉她,如果她敢提前跟萧萧说这件事,或者再欺负萧萧,就把视频公布到网上。 我只是个寡妇,我不要脸,我只想让我的儿子好好的。 可楚云不一样,她是个即将要面临高考的人,如果视频一旦流出去,她这辈子就毁了。 楚云的眸中满是阴雾。 行,这可是灵姨自己想看的。 周五晚上,我来找你,带你去个地方。 楚云提前离开了健身房,萧萧虽然奇怪,却也没问什么。 只莫名其妙问了我一句, 妈,你喜欢楚云吗? 我一愣。 萧萧你别乱说。 我比小楚大了那么多,怎么可能会喜欢小楚呢? 是啊。 道,萧萧冷笑一声,像你们这种女人,怎么会喜欢我们呢? 什么你们这种女人? 什么我们? 萧萧到底在胡说什么? 我觉得越来越害怕,也越来越疑惑。 很快就到了周五这天。 道,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,楚云竟然把我带到了他们家。 啊,楚云,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? 我心里有些紧张,难不成楚云刚开始是骗我的? 他其实是想,灵姨,你想什么呢? 楚云邪魅一笑,我带你来,只是是想让你看个真相。 真相吗? 我深吸一口气,然后跟楚云进了他家的小别墅。 楚云家里很大,装修得也很精致。 我被楚云直接带到了他的房间。 灵姨,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,我去洗个澡,等等。 我喊住他,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些紧张。 你不是要带我来找真相吗? 怎么要去洗澡? 灵姨? 楚云笑了笑,伸手捏住我的下巴轻轻抬起。 怎么说我们也算是老夫老妻了? 难道你还会害怕我对你做什么不成? 不是,我只是。 好了,乖乖等我。 楚云是个辽媚高手,我被他哄得七荤八素,于是便乖乖在房间等着。 他卧室里的床很大,我坐上去,竟然从枕头下面摸出来几个套。 这小子,说他对我没什么坏心思,根本不可能。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我听见楚云在外面高喊了一声。 妈,我回来了,云玉回来了呀。 你等妈妈一会儿。 嗯,一道女声传来,接着,就是一阵小小的呻吟。 作为一个女人,我太清楚这是什么情况下发出来的声音了。 难道,楚云的妈妈此时此刻在那个? 还是在隔壁? 不知道为什么,一瞬间我就觉得自己口干舌燥了起来。 坐在楚云的大床上,我感觉自己某处也难受得不行。 好在,楚云很快就回来了。 刚刚洗完澡的她只穿了条三角内裤,说不出的诱惑。 小楚,你怎么不穿衣服? 我尖叫一声,下一秒却被楚云直接扑倒在床。 为什么要穿? 我身上哪个地方是灵仪没有见过的? 嗯,一边说着,她就开始对我上下起手。 我的身体一寸寸变软,可我脑袋里满满都响着萧萧。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。 正当我要推开楚云,隔壁却响起了一阵高昂的叫声。 楚云,你爱我吗? 楚云,我好喜欢你啊。 楚云,快说你爱我,说你爱我好不好。 我曹,这男生怎么有点熟悉? 有点像萧萧。 我又仔细听了一段,发现这确实是萧萧的声音,于是整个人都不好了。 乱了,全乱了。 我的脑袋开始无法思考,而楚云则趁着这个时候,再次压住了我。 灵仪,你听到了吗? 这就是你要的真相。 来不及思考楚云这话是什么意思,我就在她的攻势下败下阵来。 我控制不住地也叫了出来。 隔壁听到这边的动静,安静了一秒。 紧接着,两边的人就像是开始较劲一样的,一个比一个卖力。 这天,我被楚云折磨得全身都如同散了架一样,等一切结束,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。 楚云不知道什么离开,而我也准备出去洗个澡,却没想到,刚一出房门,就碰到了一个跟我一样的中年美妇。 中年美妇显然是刚刚洗完澡,嫩白的皮肤上还带着无数红痕,看起来暧昧又香艳。 我愣在原地,她却先自我介绍了起来。 你就是萧萧的妈妈吧? 你好,我是楚云的母亲,美朱。 楚云的母亲。 我愣住,然后就感觉到一阵惶恐。 在人家的家里睡了人家儿子,还被亲生母亲看到。 这,你好,我,我磕磕巴巴地想要解释什么。 然而下一秒,顿时愣在了当场。 萧萧竟然从另外一个房间赤着身子走出,抱住了面前的中年美妇,在她脸上深深吻了一口。 楚云,你对我刚刚的表现还满意吗? 萧,萧萧,隔壁房间的,真的是萧萧。 此时此刻,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 所以刚刚,隔壁的那两个人就是萧萧和楚云的妈妈。 他们竟然在做那档子事儿。 而楚云,早就知道看了这件事。 妈,萧萧一愣,显然没想到我也会在这里。 一时之间,我们四目相对,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惊恶。 楚云这时端着杯水走出来,看着震惊的我微微一笑。 萧萧,这就是你要的答案,你还满意吗? 收拾好一切之后,我们四个人坐在一起,心平气和地交谈。 美猪掀开了头,萧萧妈妈真的对不起,我和萧萧已经在一起很久了。 之前有次小楚不小心发现了这件事,所以就在学校一直欺负萧萧。 我怎么劝都没有用,真的对不起,给你添麻烦了。 灵姨,这不是你的错。 萧萧抓住美猪的手,视死如归地看向我。 妈,是我先喜欢上楚仪的,你要怪就怪我吧。 不是,萧萧你听我说,两人都在努力地朝着自己身上揽责任。 而我只觉得脑袋突突地疼,完全无法思考。 萧萧,妈妈一开始以为你是学习压力大,后来以为你是被霸凌。 没想到你竟然,我叹了口气,有些难受地想。 我应该早就想到这点的,你每天回家之后都会和一个女人打电话, 你的手机背景就是美猪吧? 我上次看你还凶我,你和你楚仪,哎,我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 要说怪吧,我也怪不起来。 萧萧毕竟是个成年人了,该有自己的社交。 而且,我和小楚不也是这样? 说起来小楚,楚云从始至终都很冷漠地看着这场闹剧。 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坏孩子,是她霸凌萧萧,却没想到,是萧萧先对不起她。 最后,我们四个彼此对对方说了对不起。 回家的时候,楚云忽然从我背后抱住了我。 灵姨,今晚留下来吧。 楚云的声音带着深深的诱惑,我一开始确实是一心只想着报复灵萧, 但现在我发现,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 灵姨,我喜欢你,真的。 面对楚云突如其来的告白,我只觉得心里酸涩不已。 这件事从始至终被蒙在鼓里的,竟然只有我一个。 我拉开了她的手,对楚云认认真真地说, 我不管萧萧和美珠是怎么想的, 但是小楚,你还是个孩子,而且马上要高考了。 这些事,等你高考完之后再说吧。 那我以后还能去健身房找灵姨吗? 楚云的眸中带着点哀求,但我却笑了笑没说话。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楚云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, 再也没出现在我眼前。 而那天过后,萧萧回到家也跟我道了歉, 并且告诉我,楚云说,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。 所以妈妈,你不用再这么费心照顾我了, 从今天开始我去住校,一定会考出一个好成绩。 对于萧萧这个转变,我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难过。 时间飞速过去,我的生活也开始像之前一样, 慢慢变得平淡而乏味。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 我才敢偷偷一个人在床上怀念楚云。 转眼之间,就到了高考。 这天,我在学校门口等着萧萧高考完回来, 却没想到竟然还看见了同样等楚云的美珠。 我们两人互看一眼,都笑了笑。 叮铃铃,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, 两道身影同时从考场冲了出来。 妈,我考完了。 萧萧和楚云异口同声地说, 接下来,我们一起去了楚云家。 我和美珠一起下厨, 给两个孩子做了一大桌子菜。 为了庆祝他们高考完毕, 我们甚至还开了几瓶酒。 酒过三巡,时间也不早了。 酒桌上,萧萧和美珠的身影已经不见, 只剩下了我和楚云。 灵依你要回家吗? 我送你。 楚云从背后抱住我, 灼热的呼吸让我不禁一阵阵站立。 我摇了摇头, 然后转过身也抱住了她。 小声地说, 灵依今晚就在这儿, 不走了。